就如此了 好 所以各位听到这个 我们要想说 那个人就是我们妈妈 对不对 那个人就是我们的女儿 我们来替他忏悔 好 所以各位了解了 所以首先因悲肯涉受忏悔往前 使我们也代替所有众生 愿他们生 口 义 这三业都消业障 都不会被这个业障 淹清在主所上的课叫无污染 这个时候要替他们忏悔 方看受戒 所以我今为如等举忏悔大经济 各位听我之言音 心想忏悔经济之毅力 一切有心早 这个心起心动念 贪嗔痴 傲慢怀疑 你生口意就来了 然后淹清在主就推你一把 让你提早痛苦 所以各位要决心发誓 改往修来 千万不要再犯 爱生气的人 爱骂人的人 要堵堵的人 你不懂吗 你问你老公就知道了 你问你的家人 问你的隔壁 问你的同事 都知道你的缺点是什么 所以一个人修行一定要 你一定要很惭愧心说 我如果有什么缺点 你会马上告诉我 我绝对不生气 我还包红包给你 谢谢你告诉我的缺点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这个人很爱面子 爱面子 说了你就去闭脸 那你又没有救了 那叫做无法度了 无法度你了 因为这个人不接受劝稿 所以在这一点 所谓善知识 并不是说他读很多书 这个善知识 他只要能够一针见血 讲到你缺点的 那就是最好的善知识 阿底较尊者说的 所以各位要如此 因为这个事件 几乎没有没缺点的人 那我们要很谦虚的 所以稍等的 你如果下課 要问 假批 我坐你假批 有红海到你吗 有啊 你穿我大声 我抱歉 你怎么 你怎么嘴吵 不好意思 没落嘴 那你要 你要一直去从旁边 检讨自己 我以前刚出家 我们是这样训练来的 我现在有时候 跟我们这些年轻法师讲 他们不太管这一套 每次去敲木鱼 敲完一定要 大家要下课了 海涛向大众忏悔三败 就是没敲好的意思 OK吗 一定要每天跟他们忏悔 然后我师父说 反正你新来的 还没有受节前 天天要跟大众忏悔 因为你唱得不好 不成熟 一定有错的地方 然后这样忏悔以后 保持你的谦虚虚 那其他等下吃饭 你刚才忏悔我告诉你 什么地方唱不好 终于有机会进步了 了解吗 因为你先表达忏悔 而且你讲了很谦虚 对方也愿意接受 他就愿意指点你 那个寺庙有十个出家人 每个人都来讲你的问题 现在我叫做金死死 你才会进步 这一点真的是 你要有这种谦虚的心态 不然你没有进步的一天 因为一个法师 一个影响力人 是透过大众的眼光 在盯着一个人 那你没有这个被提醒的过程 自己认为自己可以 自己认为拿起麦克风来就要念 拿起麦克风来就要唱 你不知道这个是虐待别人 所以我的师父这个教育非常好 所以我师父就说 当然了别人在拜 我某某大众 说的我很傲慢 大家都不敢说 你从你的口气都要表现一种谦虚 反正我只要我上台敲 我就跟大众忏悔这样 当然我师父这样讲 前面好几个都不忏悔 他已经习惯了 但是我还是每天这样 忏悔 然后对我帮助很大 所以我认为 就算我敲得不好 唱得不好 但是我这样子忏悔 我这辈子就有改变的可能 我这辈子最大的改变 就是声音改变 这是我的奇迹在我身上而已 我声音改变 讲话的态度改变 所以我以前不讲话的 讲话反正我也不论 我口才很不好 我就这个人比较内向 叫我打脚 可以 叫我去钓鱼可以 叫我去读博可以 叫我去读博可以 碰这样就好了 你叫我去讲话 我认为我跟讲话没有缘分 这样 但是不断的去忏悔 不但还可以讲话 还可以唱颂 所以 那在这一点 因为我发觉 是可以改变的 一个病痛 经过你的忏悔超度 它可以让你马上感受到 不病不痛 哇这个时代太奇迹了 但是你就虔诚的忏悔 然后呢 跟他超度 当然你不用去问是谁了 你也没办法问了 但是至少你有惭愧心 跟他说话 可能他是人 可能他是动物 对不对 然后你给他取个好听的名字 然后你给他做一些善良的事情 但是 但是 重点哦 任何冤心在主中阴身 都有什么 念一下 他心通 至少对你很通 你在想什么他都知道 所以你一定要一个很圆满的惭愧心 跟对他的接受 悲心 爱心 我要好好的来参与 我好好的来爱你 我把最好的供养你 对不对 因为我已经发愿要去极乐世界 要成佛 我一定要带你去 他一直在感受 他一感受他就超度了 但是话又讲回来 每天都有不一样的冤心在主 一直希望你超度 因为你现在发愿要成佛了 发菩提心了 要去极乐世界了 将来来你就是大菩萨了 他找不到你了 他 你要发愿 愿累劫累世 维系 包括杀死一只小蚂蚁的夜 跟姻缘都来找你 你就一直一直消灭一场 观观难过 观观过好不好 保持惭愧心 有一种最可怕的是什么 没有惭愧心还升起傲慢心 你就死了 为什么 念下来 魔障就来 这个魔一来啊 你眼神马上变 你自己看不出来 你的思想会很恐怖 恐怖到你都不怕痛 而且这个魔会让你都不痛 因为你魔障来了 你看我最近身体很舒服 胃肠痛 现在都好了 魔来了 了解吗 魔用这种方法让你相信他 相信你这个错误的想法 然后最后就让你突然中风暴毙死掉 这样 就是魔的方法 跟吸毒一样 所以因为你已经到了一个狂的阶段 傲慢的阶段 甚至有人跟你提出 你不要再这样 你又故意要这样 那魔就机会来了 魔进入你的心去引导你的时候 你就很恐怖了 是非不明了 所以我想 时时刻刻保持这个 这个惭愧心才有办法 所以心想经济忏悔之毅力 决心发誓改往修来 这个修行一定要有这个愿 我如果再犯我就下无间地狱 如果你不敢发愿 我们下回来办一个发愿法会 好不好 我如果再去谈恋爱 我下无间地狱这样才行 我如果再去称恨心 我下无间地狱 你不这样发愿 我跟你说 没法真的改不了 末法改不了了 改不掉了 一个小小的电脑手机 一个赌博你都改不掉了 所以一定要佛菩萨做证明 自己敢要发愿 你自己不敢发愿 那不可能了 不会改变 所以更务在座诸恶 好 这样各位了解了 三男子三女人等 很多人自成忏悔尽 身心清净 罪业消甜 各位你要相信佛的不可思议 三宝的加持 我如果内心里面 虔诚忏悔不再犯 这样来理尽诸佛 归三宝的时候 所有恶业都净化掉 这一点很多人没信心 以佛一拜罪灭何杀 念阿弥陀佛一生 以真诚的信心 忏愧心消除八十亿劫生死重罪 哪怕灵命中这样捏据 保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一点信心你要建立起来 要建立起来 所以你相信如此 你自己保证消夜 这样往生净土 你相信别人如此 我们帮他念佛的时候 对方真的是得到如此的功德 这样你来念佛啊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更何况是读经呢 读经典就直接把佛陀 讲经说法一样 佛陀在讲经说法 这样来读诵经典 在思维经典呢 马上你这个思维经典 就进入众生的心 思维不是自己在思维 是我心在思维心经 阿弥陀经的时候 所有众生就入众生心 所以你那时候会很专注 而且因为你这个悲心跟专注 佛就加持你 诶 深入 精涨 智慧如海 千万不要告诉自己 我看经都看不 那你已经把自己设限住了 了解吗 我并大看 我根本看不懂 那因为你用你自己的想法 当然看不懂 但是你用佛的加持 谁看不懂 所以呢佛陀的加持 一音演说法 众生随类各得俭 佛陀一讲 一加持你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众生 都可以得到佛法的加持 所以各位要这样来看待一切 千万不要先入为主 特别是老大人都会先入为主 这样就这样 这样就这样 很过劲了 你要把这个东西都要放下 全然接受 全然得到加持 我也可以全然对众生慈悲 我今天给你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百分之百去基督世界 这样就好了 了解吗 这样他会去吗 马上就去 你不要念整天 嘴又开开 这样就会去 这样又回来 因为你一退转 一失去信心 佛的力量就不好了 管他怎么死的 管他被冰死的 管他被冻得要命 往生临终十个钟头 敲来敲去 佛力不可思议 不要把佛法弄得很严谨 没有一心不乱 没有临终八个钟头 没有怎么样往生 是我们在破坏佛头的力量 怎么死的是个人姻缘 那是夜报 但是念佛往生净土是百分之一百的 你要这样去助念 对自己也是如此 所以各位你不用怕死 对不对 我有正念 我有在念佛 我已经发愿了 就保证往生净土了 往生净土必定成佛了 但是自己得到还不够 我愿所有众生都得到 不管你是任何宗教 不信佛法 毁伴三宝 再次造很多恶业 我帮你念佛 你现在就得到这个善根 将来你命中得到往生 所以为什么 我们的佛教一见面就见面 来 阿弥陀佛 没有第二句话 对小朋友 对任何人都说阿弥陀佛 都希望他现在就得到了 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的加持 因为你念的时候 你的信心够 所有佛的力量 就在你心里面流露给对方 你有信心 阿弥陀佛 百分之一百阿弥陀佛 你就透过你的信心给对方 我们时时刻刻在这个状态 请问如果你在这个状态 你还会去抱怨世间的痛苦吗 会不会抱怨 不会 我现在得癌症痛得要死 正好消业障 正好念佛 不然干嘛 你不会抱怨 有先生没先生 有钱没钱 子孙孝不孝顺 随缘 乐观 很乐观 因为这个乐观 也不是随便乐 是一种正观 你正确的了解因果 人来这个世界 是来消消业障 然后呢 积极的来修行 得生净土 那趁着后面这几年 广结众生善缘 好不好啊 广结缘 所以各位 不要每天关在家里干嘛 做监狱啊 做地基组啊 你要赶快去结缘 去老人院 孤儿院 有点小钱 赶快出国去结缘 好不好啊 去海边 去浮沐区 去屠宰场 到处跟众生结缘 好不好 不要个性孤僻怪怪的 每天锁在房间 干嘛 烧炭啊 做烟罐还叫烧炭 对不对 所以你要 赶快赶快 要佛法那么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所以明天开始 麻烦各位站在你家门口 人家车子过去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怎么这么多人 奇怪 帮车子怎么变成这样 因为你在你家门口 不是都要坐在那边等死 在那边算车子 一二二 坐在那边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隔壁的孙子 阿弥坐一部车子 阿弥陀佛 老人阿弥陀佛 少年阿弥陀佛 这样 你这样念 隔壁老人也会出来念 然后就早上念佛班 因为你很快乐 那个念到脸这么庄严 皮肤这么粉红色 对不对 儿子就开始赚钱 因为你在为他们念佛 他们将来可以成佛 好不好 有没有人要坐 跟我通知我们电视台 要去拍一下 这样开始家庭念佛班 那边门口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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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开始有人供养你舞汤 你不知道你又是老师傅 不分在家出家 这个社会就变了 所以我认为佛法没有很困难 你也不要想太多 积极地去做就好了 就像我们那一宗观音菩萨 就拜在那边 点点都要讲过就很多人在拜 对不对 你在你门口坐七天都不要买人 有人来拜 你功夫真好啊 你能够打坐七天都不起心动念 人家就来拜你 你不用讲话 你不用讲话 太不可思议了 对不对